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说台湾如果大陆要攻台 去到2025 香港的人可能是变了人质 就是说香港人出入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当时COVID 区区有空就下下一集 其实是一个演习来的 我可以听到你的回应 是 这个肯定的 这个是不是准备争动状态呢? 事实 你如果国家行为或者有军方背景 侵入了人类的对方的领土 当然这个是 这个肯定的 这件事 换句话说 换个角度看 你对一些美国的飞机飞进来的领域 你都希望将它打下来 这个是侵犯行为 但是虽然你明知道你没有打下来 是另外一回事 好像美国的RQ125 经常飞进去中国 飞完之后就告诉你 我说是 我进去来 是在香港 一条直线飞上北京 就是告诉你 这个当然是入侵犯行为 但是呢 这件事 其实我看下 美国是借这个气球事件呢 就成了一些 因为美国是看得出 是你求于我 都是我求于你 就是现在大陆想打一张牌呢 就说他打回俄罗斯牌 你想我在乌克蘭的问题上 我想我帮忙 规判俄罗斯 收兵的话 我现在我和他接吻 我现在和他friend 那你呢 这场仗会继续打下去 会演变得很大 可能会拖很久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继续好了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下一步的制裁将会是中国 而这个制裁的话就绝不简单 是中国在今时今日的经济 经济的情况之下 它能否承受得起呢 就是这件事大陆都会想清楚 它不敢演的 但是 这件事也解释到一件事 为什么当他打出王位去莫斯坡 而习近平到今天这一刻为止 他都未公开承认 我一定会去莫斯坡 现在外面传了 传出来说2月24日 俄罗斯进深呼哈兰 一周年习近平去莫斯坡建立普京 现在习近平还未博取的 未博取的意思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他都希望和美国 他只是想玩东西 就是说喂 你要答应我 因为在习近平的那个思维里面 很奇怪的 在前期 就是他们会觉得 我叫人大委员掌律政策 是叫得动的 你有什么理由美国总统叫个国会 二种叫不动的 就是他用他自己去国内的情况 去判断 喂 我这样的出声 我这样表态 我已经拍摄了 我告诉你 我是很不满意麦卡锡去台湾 我更加不满意你来国会 邀请了蔡英文去国会 你这么说的这么清楚 你都不帮忙 你这么好 一包两包升下来 你很不给我 就是他不明白一样东西 拜登连自己党过佩洛西 都立不住更何况对家 民主国家是这样的 民主国家是这样的 你明不明白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一样东西 他在他的脑海里面 有什么理由 或者这个栗战书 就是人大会员长 就是你那个国会议长 我叫他俄罗斯 讲这些说话 他就一字不漏 把我的说话讲出去 奇怪 你作为总统 没办法叫得住国会议长 他不明白 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明白 他以为你打架 他就不敢去的了 喂 谭老大大你是可以这样做 但拜登不敢这样做 你就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是的 他最有权力 但是他的权力来源于人民 你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 分别在这里 明白吗 他不明白 但是大家都明白 那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所以他认为 美国一定会答应 如果不是就大家 抓住了 你看到秦江上任之后 他一步一步 其实是想走回 跟美国和好一些 起码在那个晶片方面 解决一下 因为现在晶片 你再这样全世界 封死了那些路 他的经济会下陷 你说他就快死了 他发展中的 强补中的 所谓的电动汽车业 一、两年后都死了 那个经济支柱 就非常的丰富 比如整个国内的经济 就非常危险 他看到 他唯一解决 就是一定和美国 四四六打电话 但是这个人很奇怪 一方面和美国这样搞定 另外一方面 你天天去砌台湾 怎样的问题 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他会不会这样去 打台湾 把香港来限制步伐 一定会 香港难免于自身事故 就是现在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大大 在他的有生之年 或者在他任来 他要完成一个千秋毁业 那千秋毁业就是 同在中国 同在中国 大家 现在小粉红 永远永远 永远 说不清一件事 他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是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那个中国叫做中华民国 大家搞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有一刻统治过台湾 这个也是历史的事实 你说 台湾一寸土地都不能少 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 东北啊 海参威啊 江东六十四屯啊 外蒙古啊 那些不止一寸的土地 是一百万坊里的土地 为什么你不是揮呢 是对的 你要打台湾的话 只有一个理由 大家说白了一件事 一个理由 因为台湾 台湾金马地区 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历史 传承了中华文化的 中华文化的政策在里面 而这个国家传了一百一十二年 而这件事是天无二日 民无二君 这件事还在徘徊着这个思想 他现在撕开那块画皮 一国两制一清二楚 不需要说了 所以他叫和狐狸去搞好这个理论 现在不要说一国两制 用什么新方法 令到台湾可以回归到的 就是共创这个民族富卿之类 之类 事实上他也看到一件事 现在民主党在哪个选举 去年在哪个选举 大败 明年2024 即是今年 其实选举是今年日 2024 1月17日 1月17日 1月13日 1月份 1月份的那个选举 其实那个是投票日 但是真的要捏 下半年开始是很激烈的 他认为 他判断 国民党是有机会可以重新执政的 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的话 国民党比较轻一点 大家簽个和约 大家和平同一 我认为这样可以 我就以为 但是 依然我对台湾的了解 我不认为国民党有机会 民政党是做得很差 这个是事实 但是你国民党一样搞不清楚 那个 国民党台湾的本位的话 你这个党的立场是怎样的 和大陆的关系是怎样的 你是不可能选上 美国和日本都一定会干涉你的 不可能 我就没有看你和风水豪做那些风水节目 但是也想再重新一点点 就是如果真的有公台 就是说了几十年 就是香港那个positioning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就是说 COVID之下 封区其实是想去做一个演习 是不是开始封住香港人 因为香港人的心 其实还没有回归 真的还没有说和内地那些一模一样 就算你说建制那些有钱人 其实很多根本有很多 外国护照的资金根本在海外 那是不是就是说 各个区封一封就是做一个drill military drill 不奇怪的 有这个可能的 但是如果两岸一旦一旦开战的话 香港难以九面的 就是正如1996年的时候 飞彈危机的时候 当时国民党大掌柜 劉太英已经说了 你真是 很多人当时大陆人士说 你台湾去封锁台湾去射导弹射到你全島二平 当时劉太英说了一句话 不仅仅大陆有导弹 台湾的导弹是可以打到上海和香港 劉太英当时 当年你说过 是差不多30年前 应该现在说是27年前 1996年当时说的 那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当时台湾的所谓的 洪峰二營的增程导弹 已经打到上海了 现在据我所知的话 台湾的洪峰三營的增程导弹 是打到北京的 其实理论上是打到内蒙古的 是爱蒙的 打到外蒙的 就是两百驱伤 如果就有任何一方移动 两百驱伤可以是 你没办法的 你当你台湾承受 一百个导弹射过来的时候 台湾有没有权 射几个导弹射你上海 射你北京射你天津 射你濕 濕阿国 濕港 港 互港 互港 港大生活 就是 我先不相信上樓 是不是京互港深 是 京互港深有没有权呢 全世界各个都有权的 老实说 你说现在乌克兰 有没有权射一两个导弹射你莫斯科 真的有权 所以美国人迟迟不肯给长城导弹给他 听说现在有 就是等你俄罗斯炸一炸 几乎炸得这么个人 才肯定被你捱得痛 还有现在台湾和古兰岛 在兰岛是平原地 台湾很多山地 还有那些花岗石 那些飞弹全部擠入 花岗石在山洞里面 你真的不敢炸 你炸到石的表面 跟着你停了一轮的话 他就把導彈投出来 飞一升 就是飞回来 飞回来 那你也很想的 那你会不会飞香港呢 就一定不 必然的 你想想在这个战略的立场来说 当然会 大陆飞你上海 飞你香港 这些比较容易引起国际的事件 的城市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 但是你放心 就是你说 叫我看 喂 会不会这一、两年就打 那些默默 不会 因为现在在大陆没有钱 没有钱你打不了 没有钱你打不了仗的 你看现在普京坎口 已经硬了 然后你会看到 美军那个 留意了上个星期 美军那个前空军 副总司令 这个四星上 不是开玩笑 这个刚刚的他 他说明了 2025年 中美南兵的空军 南兵会在前 其实这个 背后的台词 是讲一句什么话 我们美国2025年 是准备好了 How about you? 是跟你大陆讲的 我2025年搞定的 你动手 现在剩下的23个月 你那些兵很粗衡的 你那些兵 你快要弄好你的千二十 你了 就是他们清楚了 还有他们清楚 叫下面那些空军也好 海军险队也好 开始定期要实弹射击 这个人是做好了 drilling的准备 一清二楚 你的訓練的目的在哪里 一路是部署着 现在是一步一步是逼着你 而且这些事情 再不会像现在这样 慢慢的 让你飞过海外中线 你看一下菲律宾 增加了四个基地 日本又建了军 日本就在这个 沖繩下面 那个羽纳岛岛 这个公股島 收入公股海峡那边 那里加强的骨 軍事交 这个对海的 對空 对海的導演 就是你换个 一封这两边的话 你一出来的深水区 出第一锁链的 那你现在一路吹到 那些战艦 链到台湾海面的东面 我就可以炸东面的东面 2027 这个台湾中国会 徽軍攻台 那个就是Davidson 前上个礼拜 在台湾 跟蔡英文说 台湾的军事 要怎样去 怎样去建军 哪方面加强 就是那样东西 就是这些什么人物 一个刚刚退了下来的Davidson 加上前这个空军总司令 这样去说 就是已经很清晰很清晰 他们就清清楚说给中共听 不要尝试或者意图 用武力的方式去 进攻台湾 因为美国是很清晰地告诉你 美国和日本不要坐视不利 很清晰 是非常清晰的 其实他们的目的 不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他们清晰地告诉你 是阻止战争的爆发 就是站在这里 你真的要过这红线的话 你一个人说 我没办法不触手 尤其是2025年之后 2025年之后 我们就准备完了 你一犯的话 那条街一个个就打了 一旦就打下来 是很清晰的 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人 这一段时间 KOL就在这边说 哎 就说打了 台湾怎么办 那问题是168 保存了 保存你怎么打呢 保存打不了 就是这件事情 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去打到台湾 就是你说 不是啊 它有导弹 那怎么办 胡锡准都自己说 你要攻打台湾有三大条件 第一条件 你要有一千粒核弹 喂 大陆一三百五十粒核弹 一千粒核弹 你要等到2035年 起碼 起碼要等到 你才继续 做核弹不是砌模型 做核弹不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你直接做核弹 第二个 你说 每天要有一万發的导弹射过 一万發是常規炮弹射过去 但是你常規炮弹 你在福建沿岸 打不到台湾本岛的 你打外岛就可以了 那一万發导弹 就更恐怖了 那一万發 你看俄罗斯就看到了 最初就是石森林林林林 扔巡弹導彈 超音速導彈 你看看這三個月 他扔過多少粒超音速導彈 十隻手 五隻手才能數出來 為什麼 沒有錢 說完了 超音速導彈是很貴的東西 幾千萬美金 大哥你扔 他哪有這麼多錢 現在沒有人買你的石油 你現在石油制銷 是中國這個冤帶頭跟你買 是不是 第三 胡錫帳又說什麼 他說還有導彈 還有一個好笑的 這個基本上 跟他說登陸部隊 要多少才上去 這些基本上是在短期內做不到的 其實胡錫帳是 就是你高級克力的 就是跟全世界講 差不多是沒有能力的 他們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你看回共產黨的戰士 就說 他基本上是要十拿九銀才能動手 就是這個胡錫帳也說得很對的 中國解放軍是不打沒有把握的 是事實來的 是事實來的 就是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把握 是可以渡海戰爭 因為渡海戰爭和烏克蘭那些不完全 烏克蘭有接釀 渡海戰爭 他說你基本上要有十倍的兵力才能打到 就是你不只是靠炮彈 你就會讓人家投降的 不行的 如果是可以的話 俄羅斯早就贏了 你一定會派軍隊進去的 問題就是你怎麼渡海呢 北邊的日本 說明有空對海的導彈 他打不贏你的戰艦 他打贏你的補給艦艦 運輸艦 他可以打到的 是不是啊 你現在登陸的過程裡面 那個衛星 EarMars那些低軌的衛星 完全看到你的軍隊怎麼集結 人家已經射你了 海馬斯的攻擊力 在烏克蘭大家看到多了 精準 他未必能打沉你的驅逐艦 但是打沉你的補給艦艦 上面有一千幾百個大陸海軍陸戰隊 那些士兵 你都頭痕了 是不是 你來十隻 你打沉了一半 你的兵力很少一半 還有你登了外面那些 你後面的補給到不到呢 潮池你有沒有算過呢 因為那個 和它最短最短的行李 距離一七十九海里 就是圍到差不多一百一十公里 說短不短說長 說長不一樣 就是你那個導海時間 最快要四五個小時 快速船要四五個小時 但是你運兵它多數用慢速船的 八九個小時 在海上八九個小時 被人看到你那隻是運武器的 大哥啊 扔手榴彈都扔下來 真是找氣球啊 找些人坐中啊 在那裡扔手榴彈都咪尋你了 八九個小時 八九個小時 所以說現在 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很多的判斷 看到2023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說你不是傻啊 習近平 傻嘛 他會這樣動手 習近平說自己是傻而已 但是解放軍不是的 那些人都是會死的 你以為他們想清楚想錯了 當然會計算計算了一條數 還有你一旦打台灣 成功的 僥倖成功的 你就見公立義了 一旦有些什麼差距 好像烏克蘭那樣的話 你整個共產黨就會散掉 它是124的 後果是極嚴重的 極嚴重的 尤其是這三年 這三年的防疫 極端的防疫系統 這三年的防疫 唯一的好處是什麼呢 令很多粉紅醒了 醒了很多 醒了真的不少 醒了真的不少 還有沒有這麼多人 支持你去攻打台灣呢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來的 就是你覺得你說十難九雲 與其說你十難九雲打贏台灣 你不如有十難九雲 你真的肯定 是不是國內有這麼多人 還支持你去做這個 這個軍事武器就好過了 所以說不用擔心 現在美國的這個布林 我會覺得是借大發揮 借大發揮 美國是一清二楚的 這個布林根本是沒有這個 所謂的情報作用的 沒有的 就是你看看 沒有什麼情報作用的可言 但是它借這個東西 趁機押回來 趁機這樣 你說 你說 就是這樣 就是 習近平都遲遲到 現在這一刻都未答應 未肯答應我們 去不去莫斯科 未肯表態 我們就趁機不去 反正現在美國一清二楚 現在是你求我 不是我求你 現在美國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拖一下吧 那你拖了幾個月 對哪個有利 哪個沒有理 哪個不著數 還有美國明顯看到錢 我在這裏 垃圾傳照講的 現在不是就此終結的 美國你看到現在這一輪 是一波一波 一個浪琴一個量 一步一步來張理軍 今天這個海軍陸戰隊 講明天的那個空骨戰 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個 很清楚 而且是不會停的 不是不會停的 從今年開始 一直到2025 三朝五日 再加上現在有兩個委員 擺著你中共的 擺著你 人家收錢 錢都要做事的 你坐進去 你嘗試不做事 要是開花 第二要是被人炒 他們的表現要做事 那怎麼做事呢 最快最有下方法 就邀請台灣的官員去美國 你想想是不是 這樣 你大陸的領導人 真的要多吃一些 社會國提供安公留院 要不然你就 氣得跳上火星了 真的不用射火箭上去 你這個人都氣得跳上火星 那何必呢 現在這些事情 我們看到的 是真的有利 美國人不會停的 你留心一下 美國人知道 他咬死你那樣東西 認為你這個 因為你已經 我正在一開始講 這三四十年來 鄧小平精心安排 那隻羊毛披在狼皮上面 換了一個兔子頭上去 但是很不過意 很不過意 這幾年 火星那隻狼罩伸了出來 那個狼罩容量磨得離開 被人看到 這件事是大件事的 所以這些氣球事件 在今天 往往美國也都會學習中國這樣爪渣 爪搭 因爲開唯當的 就是會另外一些小小小小姐 大家一些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大 其實小小幫� pool 所以說為什麼代人主事要真誠誠銀 去交往是沒有問題的 你每次都要這樣 要你這樣 就是出這些什麼事了 現在我們這些在香港是沒有東西的 開館給你吃 買花生什麼的 買花生去看電影 因為我們今上沒有英明實沒有的 很多事情我們想不到 是去想到的 就好 看電影了 好 四哥希望你的喉嚨好一點 我幾天之後就去華盛頓DC 看看有什麼新的進展 再聯絡 好的 拜拜 謝謝 好 我們最近希望大家 來你們的整個 好 小心 好 師父